早安 歡迎收看智庫通 小朋友從小學習音樂 圖野性情 對於他們的新生發展都是一件好事 上一集訪問了音樂學院生意的繼承人 從他的音樂成長露入手 了解他對音樂的情意熱 今集有機可乘就一齊來探他一下 他在疫情之下的營運模式 以小朋友學習音樂為切入點 了解他對於小朋友至少學習音樂的看法 和音樂對他們的新生成長有何好處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有機可乘 Dicky 上星期我們同一位生於音樂世界 而自己對於兒童音樂教育 都很專注研究 Mis Deep談了很多關於她小時候 怎樣學音樂的話題 Mis Deep就一次歡迎你 Mis Deep 你好 上星期我們都說了很多 你疑似浸淫在音樂當中的經歷 到達及後你繼續發展你的音樂教育事業 今時今日香港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不是誇張 開了很多間分校 都是你的學生 圖理滿門 不止香港 世界各地都有 但在最初你從事音樂的工作之前 你就讀音樂 幼兒教育 何時回來香港決定 即是接爸爸 葉慧康博士 一位又是殿堂級 我想最殿堂級的 音樂幼兒教育家 鵬 再繼續經營這個學校 當時你還啟發了你新的方向 除了是樂器或是演唱 原來音樂劇更加能夠培養到小朋友很多方面的技能 包括唱歌、演戲和一些動作、跳舞 何時萌生這個意念 其實我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在那邊讀學士、碩士 我碩士是兒童音樂教育 讀完之後我一直留在美國 美國是很流行音樂劇 差不多每間學校 每一個兒童合唱團 他們都會做音樂劇 而且他們音樂劇的曲目是很多很多 所以隨時就可以申請優惠來演唱 所以我一直在洛杉磯的時候 我都有開這個兒童合唱團 直到2000年 我爸爸就說他想退休了 交個棚給你 對 他說你會否回來繼承 其實都不是完全繼承的 就是幫忙一直做 因為我相信他想帶我一段時間 雖然我在那邊有自己做 全新設立一個合唱團 有這樣的設立經驗 但香港的環境跟那邊不同 所以我想一想也好 我就回到香港幫我爸爸 因為我在美國一直都好 我都是有做兒童合唱團的事 所謂兒童合唱團 有兒童合唱團的曲目 就是排排棋在那邊唱的 亦都每年都會跟他們做一個音樂劇 所以我回到來之後 我覺得香港那時候還未很流行 對 真的是來的 所以不如我增加一個這樣的部門 在業事裏面 所以我2001年就開始了 這個兒童音樂劇的部門 但你成立了這個兒童音樂劇部門之後 你帶著小朋友演出 真的去到全世界 去到俄羅斯都有 遠到也有 冰島也有 冰島 其實不只是音樂劇 音樂劇很難去到外國演出 因為你又有很多服裝 又有報警 報警道具 我們搬不到去的 所以我們通常出國演出 就是一隊團隊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團隊裏面 我們會帶少許道具去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節目 一個團隊的演出 我們會有正經的團隊的部分 傳統的合唱 傳統的演出 對 也有少許戲樂的演出 很大意 對 我們用一個戲樂的獨奏 我們會用團隊伴奏 就是唱了鋼琴的部分 或者樂隊的部分 當然那些編曲 是由我爸爸做編曲 然後也有一些 怎麼說呢 不是真的音樂劇 不過加插了音樂劇的元素 就是我們會做一套 中國文歌的串唱 就是把一些中國文歌串起 一個小故事 一個短的十五到二十分鐘的劇 然後又唱又跳 然後也有一個部分 我們也會唱一些爵士 很多元化 對 多元化一點 最後我們會有一個 Show Choir的項目 Show Choir就是一邊唱一邊跳 所以就變了有這麼多的訓練 只要聽Missip剛才說 演出原來也有很多元化 合唱團不只是站著 由頭到尾整場 是很傳統的 但是我會覺得 既然小朋友的能力做得到 我就給一些多元化的節目 給各位觀眾去看 亦都給小朋友 各方面的訓練 但是那個訓練就難很多了 因為音樂劇 其實有很多元素 只是對白 演戲 還要跳舞 做手 演唱 我看上去 各位觀眾 我都覺得 小朋友你們都很忙 很多東西 要很多時間去訓練 所以每次 我們每次一個音樂會之前 我們都有加班練習 如果每次出國演出 每年出國演出 一定之前兩個月 根本小朋友就是每天都來 都不用回家 不就是不用回去 馬黑回來 馬黑回來 日後幾乎在我們這裡排練 因為太多節目要排練 Missip你也說了 加了很多元素 一個表演 其實背後更加厲害 就是你要去規劃 究竟一個音樂學校 要給些甚麼新的元素 由以往大家很傳統 像Dicky所說 合唱團 大家一字排開 站在那裡唱 可能在導師的篩選 或者是腰盤上 培訓 其實有不同 怎樣做呢 你最初為何找到正確的人 究竟這些老師呢 我們不是一個老師 教了那麼多東西 很少一個老師 有唱、有跳、有演 是可以的 我們通常唱歌部分 由唱歌老師教 演戲部分 有演戲老師教 跳舞部分 有跳舞老師教 而且那幾個範疇的老師 都要大家互相合作 和溝通 去將整件事 放在一起 這個技巧 就是真是最難的 因為我作為觀眾 我看著我女兒 可能有份參與 這個表演 我都覺得 真是為奇觀 只是小朋友 不同的時間走出來 又要做完 剛才那些戲劇 演出的唱歌 或者一些跳舞 其實都很困難 如何能教導老師 懂得教導小朋友 而小朋友 又可以整個戲劇 倒出來 為何有這麼神奇 其實小朋友的能力 是你猜不到的 有時你覺得 在家裡 你會覺得她是寶寶 她不懂做的 我幫她做吧 但事實上很多時候 他們的能力很大 潛能很強 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告訴她 現在有這樣的演出 你要這樣 要這樣 你要何時出場 然後回來 快換衣服 即是換衣服 然後哪一場 你又要再出去 你自己記吧 那麼多人 我們沒有可能 每一個人 找一個導師去提醒你 所以小朋友就迫著 要自己知道 她何時入場 即是何時上台 然後這個場景 她上台了 她到下台的時候 可能在另外一個場景 她又要扮演 另外一個角色出來 她自己知道 她自己知道 去換衣服 或者去拿什麼道具 或者是怎樣 我們對她們有這樣的要求 她自己就要記住 就要懂得做 所以音樂 不是圖野性情 那麼簡單 其實真的可以發揮 小朋友的潛能 是可能她會做到一些 家長沒有想過她們 可以做到的事 是的 還有很多時候 就是另一方面的訓練 就是剛才你說 可能她自己的自律性 或者是執行能力 都是透過這些過程去訓練回來 是的 因為尤其出國演出 一定是自理能力要很高 因為沒有家長陪同 也沒有工人姐姐幫忙 尤其是執行你 那裡已經要自己 然後每次演出 她要帶齊演出的事 去演出場地 遺漏了一件事 也真的沒有辦法 遺漏了一件事 就停留了 因為有時遺漏了一件事 就會破壞整個演出 而且譬如由酒店 去到演出場地 可能是一個小時的車 那輛車沒有可能 只是送你一個 回去酒店拿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試過 有些小朋友 真的整套演出服 漏了 漏了在酒店 沒有帶去 我們有幾套 可能這個項目 不出 但是另一個項目 出發 但是如果那個項目 是甚麼 我們也試過 如果那個項目 是需要 我們有一個項目 是打chime 叫中琴 每人一個音 但是他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團 那就少了一個音 少了一個音 沒有先生代打 總是要執生 讓小朋友知道 是真的自己的責任 要留起 很小時候開始 已經有這個 責任感的培訓 對 對 其實都很好 他們很多時候 一開始出國 一開始那段時間 有很多脫脫漏漏的 到三、四個星期之後回來 我們通常去十個城市 十個八個城市演出 演出完十場八場回來之後 很聰明 聰明 很聰明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小朋友在台上演出 就覺得 這個show 就是goodshow 演出成功 定義了在台上表演 那個很光輝的一刻 但其實 背後他們的 剛才說的 治理能力 執行能力 責任感等等的培訓 才是成功的一個基礎 稍後回來 再跟Steve聊過 繼續回來 有機可乘 Mr.Yip 雖然聽你說 就是教小朋友 令到他們培養得到 他們的品行 或者一個才能 是很開心 但始終 開一間的教學中心 都是要找一個客員 很實際地 都是一個商業的考慮 正如Dicky所說 其實都要看看 一間的教學中心 怎樣可以真的營運得到 其實過去這二十幾年當中 你覺得在香港的環境 是否越來越多 因為很多家長都很想 小朋友多學幾樣東西 需求層面真的很大 其實是的 我們其實都 我們運行六間中心 在不同的地方 而且凡體週末 我們還租了康民署的場地 所以星期六 我們其實是開十個點 所以如果你說站在商業立場 我們要支持這六個中心的營運 是很吃力的 但是我們 一來這是我們熟悉的行業 而且我們也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培育下一代 在音樂藝術裏面有一個發展空間 或者培養他們做人也好 所以莊陽未必是音樂家 或者做音樂的 但是對於他在藝術和音樂方面的收養 是一個很好的游勢訓練和培養 我覺得雖然經營辛苦都是要做的 雖然講抱負 講理想 講教育 如果不是講這些 就不做音樂教育 想發達就做其他 但是始終好像你這樣說 六個中心都要交租 只是這裡也不小地方 最近我想大家都知道 疫情的因素 其實很多行業都受到很大衝擊 尤其是疫情最嚴峻的時間 你們的營運 是否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我想以前Missip 你都沒有想過要視像教音樂吧 沒有想過 但現在變成正常主流 視像教TikTok舞也可以 然後教小提琴 原來都可以 如何在這個疫情中 轉身 可以說很快地應變的一些模式 其實初初疫情開始的時候 現在是2019年底 其實是年多的 當時我們還想著 好像以前SARS一樣 兩三個月就沒事了 所以當時我們只是響應政府 說很多停貨或是怎樣 我們就停了它 我們就沒有想著 有甚麼方法去延續 但是打算停了它 或者兩三個月後 很快沒事 對 全復貨 但後來看情況不是這樣 一直下去 不知道到何時才結束 我們就想 小朋友釣開這麼久 這個音樂的課程 其實都不太好 一來我們自己中心都要生存 我又不想由六間 縮五間 縮四間這樣縮發 因為一來我們都有一些員工 他們的生計都要保持 所以我們就開始慢慢想 好不好試一下 因為有些其他的同行 他們都會做視長 譬如說教育方面 補習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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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音樂 音樂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們視像那些 單向就可以了 但是音樂 如果要他們全部齊奏 或者齊唱是很困難的 因為每一個家庭 或者每人的WiFi的速度不同 這個就是最大 對 他們不能升 所以我們會想 好不好 我們先單向教學 總之全部一起上 但是我們會教識他唱一首歌 教識字怎樣讀 發音怎樣 數拍子怎樣 然後一有機會復課 我們就把它組合 練習 他已經懂了 就不用由頭開始教起了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用了一段時間 一中間有機會是可以上實體課 我們就組合 預備排練 演出 後來又說停 一停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雖然我們用這個方法 不是完美 但是也叫做 小朋友不用來 和音樂教育脫節 在這個疫情期間 如果純粹說中心的營運 有沒有困難 或者你從事了這麼多年的 幼兒教育中心的營運工作 這次算不算是經濟上最大的打擊 在經濟上也是有打擊 因為幸好之前還有少少積蓄 所以 即是彼節都要後才行 六更中心要交租 又交租 員工薪水 初期我都堅持說是照出糧給他 而且一開始 因為初衷我只是想兩三個月 不止我們行政的員工 我們差不多二百多個老師都要出糧 他們真的手停口停 因為大部分都是獨立 他們學校已經沒得做 所以學校停了課 就算復課 校外課程都集滿 所以他們賺食也困難 我們當時最初就說 我們照出糧給這批先生 維持了三個月 但是之後真的沒辦法 之後真的沒辦法 壓力太大了 是的 我就想 我就想 先生如果真的沒有收入 真的沒有飯吃 那我們就不如試試用視頻 起碼先生也有收入 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教學方式 但是起碼他有收入 還有小朋友 都是堅持對這方面的學習 不用脫節了 其實這個風浪是最大的 今次這個風浪是最大的 之前沙士那時候 即是說十幾年前沙士那時候 我們都不需要停課 只不過是戴口罩 因為唱歌 譬如拉小提琴 戴口罩沒問題 唱歌和跳舞 戴口罩都沒問題 初初就是一直摸索 怎樣可以令吹管樂 那班學生可以繼續上課 後來我們也跟政府 看文署有些指引 就是知道可以拿些屏障 一些透明的屏障 圍住他們 跟旁邊隔開 所以我們都添置很多那些 那些戲廠 即是那些 阿格力膠版都賣不少 那些 經過疫情之後 希望今年陸續會變好 MisDip 你對於整體音樂教育的事業 或者是香港的發展 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想這個 也有它的前途 因為始終一直有小朋友出生 你也是有需求的 而且 譬如說在我們訓練出來的那些 學生之中 也有 若干程度的學生 都會學音樂的 當然我不是期望 那個人在我們出去都會學音樂 但是在我那個 音樂教育的那個 歷程之中 我有一個學生 現在他在紐約 做著 歌劇演員 所以我也很欣慰 另外有一個很好笑的 他是一路由初班中班 到高班 男生來的 好調皮的 聲音好沙的 經常都唱不到什麼歌 就是唱不到什麼 但是他家長是要他來 他的音是準的 不過聲音不是漂亮的 但是後來離開了 即是大過了 離開了 去了我讀書 回來了 有一天來探望我 他說 他那時候還叫我 善詩姐姐 善詩姐姐 我現在做歌星 是一位歌手 所以沒得見 我參加了中國的好聲音 即是香港驅選出來 他那些 我說 那聲音是否也是 那麼獨特 那麼沙沙的 不是啊 很清楚 因為他變了聲音 他小時候 所以有時候 譬如小朋友 尤其男生 他小時候 不等於他大過 唱不到歌 他一經歷變聲的過程 之後 他真的整個聲音 變成了 他可以唱到三個Octave 這樣很厲害 男生來說 是呀 是呀 很驚訝 三個八百 好厲害 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地享受 學習過程 正如MissDeep一樣 其實都是真的 做教育 自己都是一個學習 疫情 原來導師 或者整間教學中心 都有很多東西 需要應變 謝謝Miss You 別客氣 別客氣 你現在在看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video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 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